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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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分成之旅 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来ED Basic Research 我是尤其 1月4号中午有经过 槟城中午 鸡包之家的朋友会发现到 很多人围着 还有一大堆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那边举行 所站的开进拜神仪式 有没有看到熟悉的名字咧? 一众演员和投资方 当天都参与了 所站的开进拜神仪式 槟州首长曹冠友 也特地前往拍摄现场探班 还有顺便跟明星们合影留念 自从新冠疫情过后 槟州迎来首部 香港演员阵容最大的电影 同时这也是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男配角江浩文三年后 重返槟城拍摄的第一部电影 这部悬疑电影所站 是由江浩文领先主演 其他来自香港的主演也包括了高海宁 徐少雄还有黄浩然 台湾演员就有林兴童 大马方面则有黄思琦 陈佩江以及郭晓东 这部电影的总投资额高达500万令吉 预计2023年年底 就会在全国各大影院上演 至于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的上影相亲 江浩文才之后做出宣布 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首次指导的冰城年轻导演吴培吉说道 这部电影的故事主要围绕在一名锁匠的身上 但锁匠的技术再高超 也有打不开的新锁 而打开新锁的方式 就只能把锁套在另一个人的身上 他补充 这部戏将会在农历新年前两天杀青 江浩文在电影中饰演一名锁匠 徐少雄饰演他的师父 高海宁饰演一名从香港回来马来西亚开店的老板 王浩然则是一名警探 同时也是高海宁的闺蜜 黄思琦则饰演神秘邻居 江浩文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就表示 为了要融入角色 他不断学习开锁的技巧 就在这个时候 徐少雄就打趣地说 以后你们要开锁可以去找他 高海宁说 剧组中最顽皮的人还是徐少雄 有他在整个剧组就会充满欢的 另一方面黄浩然也表示 大家都认识很久了 这次来工作之余 也来游玩 算是冰城之旅 江浩文希望说 我这次可以在冰城住越久越好 毕竟他已经三年没有回来这里了 他的屋子也正在装修中 预料今年也会在冰城过年 今天影片到此为止啦 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点赞以及分享给你的朋友 不要忘记订阅 订阅ETBasicVisual的Youtube频道 还有记得Follow ETBasicVisual的Instagram 还有Facebook page喔 我们下个影片见拜拜